大家好,我是錢穎儀中醫師 今天很開心可以接受Pregnant Mama的邀請 和大家討論一些關於孕婦健康的問題 孕婦好肚通常都是出現懷孕的早期 通常都是懷孕首三個月 內分泌的影響令到出現這些症狀 亦都會和孕婦本身身體體質有關係 但是如果孕婦本身有脾胃虛弱 平時喜歡吃寒涼、生冷的食物 胃都不太好 是特別容易出現孕婦的情況 脾胃虛弱會令乾氣和充氣上癮 造成嘔吐的現象 輕微的孕婦吐套往往會在懷孕兩至三個月 其實就會慢慢消失 但嚴重的嘔吐我們都需要處理 因為如果嘔吐得太厲害 孕婦不能夠有足夠的營養 其實是會影響到胎兒的生長發育 會令到流產的風險都會增加 所以注意 孕婦初期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去減弱脾胃消化的功能 另外就是多些可以吃一些健脾胃的食物 例如飯、粥、五谷類的食物 其實都是有養胃器的作用 輕微的孕婦吐套 都可以嘗試用生薑焗水去飲用 生薑水的製造方法其實都很簡單 準備生薑、切兩三片左右 我個人的習慣是蓮皮用的 用一些滾水可以放在一個保暖杯裏面 把生薑放進去 然後可以的話用一支叉刷一下 泡一泡、焗一焗大概兩分鐘 然後喝就可以了 但如果喝過都未有進展的話 都需要求陳中西醫